《无量寿经》 现在继续讲《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是念佛法门的一部基础的 其中一部很重要的经 因为《净土经》 净土有五经一论 《无量寿经》是其中最古的一部经 我们已经讲了差不多两年了 我们已经把四十八大愿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 阿弥陀佛这个名词是从果上看的 已经成了阿弥陀佛了 但是从因地来讲是有人修学佛法 经过很长时间的修行 他业障已经清除了 断惑正真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简单来讲是觉悟了 成佛了 成阿弥陀佛 《果》就是这样讲 从因地有一个法杖比丘 在很久很久以前 千万一年以前 有一位出家人 他的名字是法杖 法杖比丘 他在因地的时候 他修行 修行的意思是什么 是不是躲到身上去修行 修行就是修心 修行是修你的行为 修你的言语 修你的意念 修行 他在因地里面修行 发了四十八个大愿 四十八个大愿 每一愿都是 他的希望就是广度无量众生 广度无量众生 如果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佛法的人 广度无量众生什么意思 就是帮助所有苦难的人 帮助所有受苦的人 离开痛苦 得到了从不理想的世界 痛苦的世界 患难很多的世界 悲哀的世界 悲欢离合的世界 到了一个常乐 理想的世界去 他发了四十八个大愿 我已经把四十八个大愿都一一地讲过了 我们继续讲以下的文字 先消文解义 这个文怎么讲呢 佛告阿兰 因为已经讲了四十八大愿了 现在我们继续消文解义 消文解义就是把经文读一遍 看看里面有没有需要解释的就解释一下 也不可以详细的解释 因为我已经讲了两年了 不过是讲了一半 如果是再这样很详细的解释下去 可能再讲两年 再讲两年 这个时间太长了 所以我们简单的讲 因为四十八大愿比较复杂一点 比较它这个义理 比较需要一点一点的分析 以下大概讲一讲 消文 佛告阿兰 西藏牟尼佛就告诉阿兰陀 他的弟子 而是法杖比丘 说此愿意而说颂愿 这个意思就是当时法杖比丘 将来他又成佛成阿弥陀佛的法杖比丘 他发了四十八个大愿以后 他还说一点话 还说我们在佛门说佛经 佛经他的文献有三藏十二部 三藏就是经藏、律藏、论藏 就是三藏 这个经典是用什么文字的方式 表现出来的呢 它的表现的方法 它表现的形式 经理论里面怎么表现出来呢 它这个文字的形式 文字的presentation 它用什么方法讲出来呢 有十二部 我们说三藏十二部 十二部不是有十二部经的意思 是十二种表现文字的方法 这个文字的方法怎么表现的 通常我们研究佛经的人 读佛经的人 这有一个句子的 十二部的经典 它的体裁 它的体裁分为十二个方法 长行从颂并估起 批语因缘与寂说 本事本身未曾有 方广议论及受计 一共是十二个体裁 十二个表现的形式 用十二个方法表现出来 通常我们的经就是长行 它一行一行的表现出来 sutra 就是长行 重颂就是讲完一大套 很多文字以后 再用寄语再重新的 再重复一遍 把它的意理重新重复一遍 它就说重颂 用颂句寄语来再讲一遍 刚才在经文里面 四十八号大院已经发过了 都是用长行的方式 用sutra 的方式 文字一点一点的 很详细地讲下来 讲完以后 好了 释迦牟尼佛告诉阿兰 还用重颂 再把前面的意理大概再讲一遍 重颂 It's a repetition of the content in the foregoing chapters by using God like a poem 好像是用诗句 重颂 对于其他的十一部 故起辟喻 因缘本事本身未成有 这个不讲了 再讲下去 我便发了很多时间去解释十二部经了 我只是讲下面以下的重颂 我们就把里面的寄语 我们再讲 我见超诗愿 必至无上道 那个意思就是我 法障彼修 我发了四十八个大院 超诗愿 超诗愿就是那个愿可以令到众生离苦得乐 超出六道轮回生死 超诗 就是超出世间的法 通常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一天到晚很繁忙的 一天到晚什么法 世间法 现在法相比修 他发的大愿就是初世间法 世间法是生死法 生灭法 都是很烦恼的 求财求名求利 贪嗔痴慢也恶见 有善有恶 这个世间法 超世间法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令到众生超脱六道轮回的生死 超诗的 超出世间的法 超出世间的大愿 必知无上道 那么发大愿广度一些众生 用大愿作为诡旨是修行 必会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必会成佛的意思 因为你知道好像我们发世红世愿 我们皈依的时候不是发世红世愿吗 我们发世红世愿的时候 第一个大愿是什么 是不是自己要学佛成佛 不是 众生无边世愿度 第一个大愿就是先度众生 不是先成佛才度众生 就是先发大愿 永远是把别人放在前面 就是可以为大众服务 不要说我的利益到哪里 我有什么利益 不是 为人民求幸福 为人民的利益 不是老是想你自己 老是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的出发点就是想 我有多少利益 我有多好 不是 一个伟大的菩萨 他是永远的是把众生 要广度一些众生 放在最前的 所以他说 你发这个愿 一定可以治到无上道 是愿不满足 事不成等觉 如果是我发的愿 不满足 这个意思就是 没有达到我的愿 事不成等觉 我就要不断地修行 我不要入利盘 我不可能成佛 就是我不愿意成佛 大家都没有脱离痛苦 我不逃掉 我就在痛苦里面 帮助大家成佛 他要到痛苦的地方 去广度一些众生 比如说 这个地方太痛苦了 我不愿意走 我走了 拜拜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很多人都是 我不愿意在痛苦的地方 我要离开这个痛苦的地方 我要到理想的好的地方去 阿弥陀佛不是 他不愿意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 他要广度一些众生 我欲无量解 不为大施主 普及诸贫苦 事不成等觉 如果是我欲无量解 很长的时间 如果是我不布施我自己 普及一切贫苦 我就不要成佛 我不离开 我不离开 我要大施 我要成为一个普施无量众生的 我才离开 我自成佛道 名声超十方 究竟有不闻 事不成等觉 就是意思 我自成佛道了 名声超十方 我成了佛以后 我这个名字 阿弥陀佛 每一个地方都听得到 如果是地方听不到 我不成佛 那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要告诉一些众生 我可以帮助众生成佛 他们都要听到我的名字 他听到我的名字 我就去救他 就是怎么样 我给所有的众生 我的电话号码 他有问题的时候 他打电话给我 我不要说 我的电话号码给你干嘛 你烦我 我不要你烦我 你烦我怎么可以 我要成佛 我要在长直光图里面 多快乐 多理想 他不是 他每一个众生 他都给你一个电话号码 你有问题的时候 打电话给他 他的号码是什么 南无阿弥陀佛 好 继续讲 离欲生正念 竟会修梵行 既修无上道 为诸天人士 是什么意思 前面就是讲 我不会背离众生 我要跟众生意图同行 我们一同度过这个难关 我不会离开的 但是我有本领才行 我不可以帮助众生 你有没有这个本领 我这个本领要修来的 我要学习这个本领 我离欲生正念是什么意思 离欲生正念就是我要离开一切的欲望 我要守戒 我要修戒 我要戒律 我现在要修行 修行有很多方法的 修行是什么 戒定会三无漏学 离欲生 离欲就是修戒律 生正念就是修禅定 我还要修禅定 竟会修犯行 就是竟会什么 竟会就是我要修般若正志 这个意思就是 三无漏学 戒定会 我要好好的学习 我学到我的本领 我学到我本领才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不是什么都不学 我就是冲去帮助众生去 什么都不知道不是 我要学本领 这个本领的学习 就是修三无漏学 戒定会 所以人家问 你们信佛的人 你怎么修行的 你应该懂得回答他 普通人回答就是修行 我念南无弥陀佛 你念就行了 南无弥陀佛 南无观星菩萨拜灿 那就行了 这个回答他不是不对 你从事项回答他 如果是他喜欢理的 他喜欢理性的 他会觉得你迷信 你迷在事项 你应该事理人容 你应该说我们要修行戒定会三科 戒律要有 禅定要有 波尔政治要有 这个都要靠我们修心才可以 既求无上道为诸天原师 如果我真的修行戒定会 从戒定会三无漏学里面 我修行成功了 我就可以达到了无上道 我有这个本领了 我什么本领 这个本领就是我已经跳出三界六道轮回了 我已经不在生死里面 我已经断了祸了 我断了祸就是怎么样 我把我的业尽尽了 我清尽了 我清尽的时候 我的定 我的会就有无量的功效 如果是有智慧的人 他讲一句话 就可以影响千千万万的人群 没有智慧的人讲话讲了二十年 人家也不听你 所以有智慧跟没有智慧是很大的分别 有戒律跟没有戒律是很大的分别 有禅定跟没有禅定有很大的分别 所以人家是一句话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你一句话可以改变什么 你一句话令人生讨厌 为什么 你这句话什么 你骂人 说人是非 恶口 其语 贪嗔事 杀到人忘 你讲的话就是自私自利的话 你可以影响人吗 有个人讲的话不是 我讲的话是为一切众生服务 我讲的话就是从儒家来讲 仁义 道德 什么都有 从佛家来讲 我是广度无量的众生 众生无边试愿度 烦恼无精试愿断 法门无量试愿学 佛道无上试愿成 为诸天人师 是这样的 我们继续下去 我们把这个讲完 很快就讲完了 神力演大光 它有神通力可以普救一些众生 普救一些众生有神力才可以 普造无济愿 普造无济土 他这个深夜不可思议 神力好像光 太阳的光一样 普造每一串大地 普造无济土 普造千千万万人 你看我们两千六百年前 有一位太子 希大多太子 他成了佛以后 两千六百年前 到现在为止 他已经度了多少众生 消除山垢明 他的神力普造大土 无济土 他可以消除什么 山垢 什么是山垢 山垢是什么 贪嗔痴山垢 消除山垢明 明记众恶烂 可以明明白白的 普救一些众生 离开恶烂 苦难 我们的苦难有多少 很多很多 以前已经讲过了 有二苦 有三苦 有八苦 二苦是内苦 外苦 三苦是苦苦 坏苦 行苦 八苦 生老病死苦 爱别离苦 求不得苦 五愿去胜苦 愿真会苦 很多苦 这个世界就是通满痛苦 其中一个痛苦是什么 你的亲人离开了 你的心里面很痛苦 人生痛苦太多了 你要离开这个痛苦吗 你要离开痛苦 你要学佛 你学习怎么可以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 你学习怎么可以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不理想的 是一个痛苦的世界 但是有人说佛教徒是不是很消极 你说这个世界很痛苦 不是 就是因为痛苦我们更积极地要找寻 跳出痛苦的方法 释迦牟尼佛就是因为要找出离开痛苦的方法 才出家成佛的 不知道痛苦没有活个人生 你对一个十三十四岁的永远是昏食长大的 在玫瑰园里面长大的 他知道痛苦吗 他不知道 你必须要经历个痛苦 才知道痛苦 人生是痛苦 但是我们不要等这个痛苦 我们不要等死 等老 等病 我们要跳出去 学习佛法 可以跳出生老病死 我们继续讲《无量寿经》 我们先在《萧文解义》 我们讲到 上一次我们讲到 萧楚三构明 明记众恶烂 讲到这里 今天我们继续讲 开笔智慧眼 灭死昏盲暗 开笔智慧眼是什么意思 开笔智慧眼 智慧的眼睛 眼用来干嘛的 眼是用来观的 如果你常常做观 但还要加了智慧 那就有戒定慧 善无漏学里面 就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学 就可以从戒定慧 善无漏学里面 跳出生死苦海 所以智慧眼的意思 如果是我们从法门的角度来讲 从学法门的角度来讲 智慧眼就是什么样呢 就是思念初 你思念初是什么 你应该知道 观身不敬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就是身受心罚 思念初非常重要 这个思念初是观的 观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观包括止 你必须要先止 开始学的人要止才可以观 当然我们到了某一个程度 我们止观双运 不是单独的 但是止什么意思 止是你要 calm down 止的意思是你把心定下来才可以观 观是用智慧去观 止是有一个所言经 你修行把你的心圆意马的心定下来 所以智慧眼 这个意思就是你失念初 用修学失念初 释迦牟尼佛入灭的时候 第一条问题阿兰问 佛灭后以何为师 以戒为师 佛灭后以什么为助 以失念初为助 这非常重要 灭此昏蒙暗 如果是你用心念初 慢慢灭除你的如痴 必塞诸恶道 通达善去门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你常常访门 你的恶业就不会起 你就不会作恶 你是止恶行善 通达善去门 功作成满足 做是什么 做是功德 你的功德就很满足了 未要朗十方 你功德满足的时候 你的光明变造十方 为什么 你弘扬佛法 光明造十方 你如果成就你的阿罗多善没有三菩提 你修四国 出二国 三国 四国 你修十地的菩萨 从一地到十地 你的光明 你的智慧照普照十方 日月一日即重灰 那个意思就是 the sun and the moon 日月也没有你的光芒那么光 星光影不现 因为你的光明 你普照十方 广度一切众生的光明非常非常大 这个光明就是不可惜意的 为中开法障 往师功德宝 为大家开这个法障 就是为大众说法 广度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广师功德宝 功德宝 功德宝是佛法 佛法要无量的 三宝 佛宝 法宝 法宝 生宝 弘扬佛法 弘扬三宝 常于大众中 说法是之好 常于大众中 广度一切众生 你说佛法的时候 好像是有一个批语 我们刚才不是讲 佛法里面有一个 十二部里面有批语这一部 批语就是以批语来讲的 以批语来讲 批语怎么样 如果是佛讲法的时候 师子好什么意思 你知道动物里面以师子为黄 你听过师子好吗 师子好 师子好是什么样 当师子到某一个时间 也可能是一天里面有一次 但是也可能没有 批语的时候 我离开很远 我到了动物园的时候 当时在多伦多的 有一个动物园里面有两师子 一个师子 它忽然间是好 好得很厉害 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声音 好像是我这个心都要破碎了 那么感觉 不是普通的教 所以这代表是师子好 就是佛讲法的时候 它就是微正十方的意思 供养一些佛 具足众德本 还不知是讲法 还供养一些佛 具足众德本都有很大的功德 愿会是成满 他发这个愿 从这个愿 以这个愿修行 戒定会的修行 它就成功了 是成满 得回三界雄 他成功成佛的时候 为三界的导师 三界是欲界 师界 无师界 天人师 佛有识号 如来 应共 正辩之等等 天人师 天界 人界的老师 三界 就是欲界 师界 无师界 就是天人 住在三界的 六道的众生住在三界 如佛无碍自 他这样修行 就好像佛里面 好像佛的修行 修行成功了 一步一步的 渐渐的 成就他的无上正等正觉觉悟的时候 他就能够有正道的无碍自 有事无碍自 Unobstructed wisdom 无碍自 什么是无碍自 你知道《阿弥陀经》里面 有《第三十大愿》里面 辩之无穷愿 里面有一句这个话 是我得佛 国中菩萨 智慧辩才 若和限量者 不取正觉 无碍自是辩才自慰 是一种自由自在 无所障碍的理解的能力 他的理解的能力很强的 这个是以智慧来解释 语言表达的能力非常高的 这个是辩才这方面的解释 就是你不但是你的智慧高 可以解释 可以了解所有习间法 哪些佛法当然可以了 你在弘法立生的时候 你的言语的表达的能力 你的辩才更是无障碍的 有事无障碍 法无障至 善能演说佛法 无量法门 疑无碍自 善能演说佛法的真正义理 词无碍自 善能以种种言语言词是演说 就是你是什么人 这用什么讲法 你是英语的人 用英语讲法 你是广东人 广东人讲法 你是台山顺德乃至德国乃至所有国家的言语 他就是言词无碍 乐说无碍 随着众生的根性而乐为 为之巧说佛法 就是根据你的根性 如果是你的程度高的 就为你讲高程度的法 你程度是没有那么高的 第一 比较是通俗一点的法 就是乐说无碍 这个是我碍字 我们继续讲 通达美不照 就是他的光明变照十方 通达就是他变才无碍的时候 他的言词变十方 大家听到了 都很感动 大家听到了 都很接受 愿我功德力 等此最圣专 法障比丘 这个祭语是法障比丘讲的 法障比丘说 愿我发这个愿的功德力 希望就可以一愿修行 得到了最圣专 可以成佛 可以一点一点的修行 乃至成佛 苛果 苛果 苛果是什么意思 是兑现的意思 accomplish 希望我的愿望可以成就 可以成功 苛果就是达到了果慧 大千应感动 三千大千世界都很感动 虚空诸天人 当于真妙花 天上的人 法障比丘 法这个大愿 天人都非常高兴 纷纷天与宝花 冰纷而下 大家要拜大悲惨吗 大悲惨里面不是讲吗 当观音菩萨讲《大悲惨陀罗离经》的时候 观行菩萨说起就已 大地六遍震动 天与宝花 冰纷而下 十方诸佛 世界欢喜 一讲以后 天与宝花 冰纷而下 所以说当于妙花 冰纷而下 好 我们继续讲下面 佛与阿兰法障比丘说此就已 因时谱地六种震动 那个时候刚才不是讲吗 观音菩萨讲完《大悲惨陀罗离》以后 大地六遍震动 法障比丘发的愿 说了一个愿以后 大地也是六遍震动 六种震动 为什么大地六种震动 为什么大地六种震动 大地有什么 大地有众生 众生有有情的众生 有无情的众生 有情的众生就是你跟我了 sentimental sentient beings You and I 无情的众生 我们通常讲无情的众生 一棵树和一个砖头 木石 无情的 无情的众生 有情的众生都受到感动 为什么有无情的众生 为什么受感动 有情的众生受感动是很普遍的事情 为什么无情的众生也受感动 你想过这个情况吗 我告诉你 无情的众生 它这个晴晰可能没有我们有情的众生强 但是也有感受的 Non-sentient beings also have certain kind of feelings Like water has feelings 好像水 我告诉你 植物 如果是一棵小花 你放那棵小花 你天天对它 浇水 你对它谈话 你很喜欢它 你放得很好 你还要放一点阳光给它 你爱护它 它发得很好的 它很喜欢 如果是你不理它 你抛弃它 你糟蹋它 那它就不欢喜 它有feeling的 它有感动的 不是使物 你说使得没有感动 一个砖头都有感动 当有情的众生感动的时候 无情的众生也受感染 也是感动的 所以情与无情同缘总至 这个是《环境》里面就是这样讲的 六种震动 很快的我讲什么是六种震动 大家也有激动 震 好 激 动 涌 起 六种 震 Vibration 好 Warring G 就是 Fliction 那个就是音声的震动 叫震 响 响 Sound pertaining to sound 震动是 Sound Vibration 音声的震 响 动 涌 起 是行动的形象 所以这个动不单是音声的还是行动的 不单是唱歌是一个音声 你动的时候也有行动 动 涌 起 三个是音声 三个是行动的形象 六种震动代表你的六根所感动的 所缘静 是一种瑞相的感受 一种神圣的圣静的感动 所以我告诉你 你不是你们皈依的时候 受戒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吗 你要观想吗 观想什么 观想大地 因为你今天又受戒了 大地涌动 大地受感动 大地的能量就升到空中 是不是 涌起来了 The day when you vow to become the Buddha Energy of the earth is rising up to the sky 你看不见 energy 能量怎么可以看得见 能量表达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用音声去表达能量 一种是用行动去表达能量 音声去表达能量 后来人家听到音乐好像从天而降下来的 The music comes from heaven All of a sudden there's a little bit of shaking of the earth which is not detrimental to you which is not harmful 所以当你所做的事情 你发愿成佛 你发愿成圣人 你发愿广度一切众生 大地都受感动了 六种震动 所以法障比秀 法大愿的时候 六种震动就现出来了 音声的表现 行动的表现就现出来了 所以那个愿很大 震动是这样的 我们回到本来的这个 六种震动 天与宝花 以善举上 不是我们刚才讲吗 天与宝花 缤纷而下 十方诸佛 皆大唤喜 一切众慧皆得泄脱 一切众慧都泄脱了 化成虚头盘国 乃至欧拉汉国 化成一地 二地 三地 乃至十地者 无量众生 发菩提心 就是这个意思 天与宝花都下来了 自然音乐 空中战言 确定必成无上正当正觉 空中的声音出来了 法障比丘发这个大愿 就说这个人 这个比丘 别定成为成就无上正当正觉了 于是法障比丘 据作修满如实大愿 成地不虚 法障比丘发这个大愿以后 他不但是发这个空愿 发这个愿以后 还积极努力的修行 不是我们凡夫 发愿完了以后 什么都忘了 你知不知道你在你皈依的时候 发什么大愿 众生无边 失愿度 烦恼无尽失愿断 法门无量失愿 学佛道 无上失愿成 你发了四大宏愿 你发的愿可能你也忘了 有很多人说 我不度众生了 我要寄修 我要躲在山里面 我要静坐 这里太烦了 我不喜欢烦的 那你就去静坐 你发愿度众生没有 你没有发愿度众生 但是法障比丘发了愿以后 他根据他的愿去修行 努力的修行 成地不虚 一点的虚为都没有 切切实实的 切而不舍的 切而不舍的修行 什么是切而不舍 切而不舍就是你刻图障的时候 你的刀没有离开那个石头 一点一点的 一向专注地刻死去 于是法障比修 居住满修如是大愿 就真实不虚 超出世间 身要极灭 他要法愿 要正涅槃 人 He wanted to attain nirvana 即灭 就是 即灭是什么意思 即灭 就是涅槃的意思 什么是涅槃 很多人信佛 很多人看佛经 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是涅槃 What's nirvana 涅槃是什么 即灭 即灭 就是涅槃 我们也探讨一下什么是即灭 我们快一点 我讲到十分钟 我就讲一个很真实的故事给你听 你听完以后 你就一定要相信 一定会念佛的 现在我还有十分钟 我先把什么是即灭 什么是身要即灭 身要即灭的意思就是法障比修 他深深的相信他这个愿可以圆满 他精进努力修行 他要身要涅槃 他要到涅槃的境界 要成佛 那什么是涅槃 如果是某人他成佛 他到的涅槃是什么境界 我们就探讨一下什么是涅槃 用简单的言语讲涅槃 正为了涅槃的佛菩萨生活于什么境界 如果是某圣人正在涅槃 他这个境界大概是这样的 正为了涅槃的佛菩萨生活于什么境界 根据《北版的涅槃经》卷二十三讲 涅槃有四种境界 常乐我尽的境界 我们就用常乐我尽的境界 来解释涅槃 我们也可以相反来讲 我们也可以用常乐我尽来解释 众生凡夫的境界 凡夫也是常乐我尽 凡是追求常乐我尽 正是执着了常乐我尽 这种境界跟佛的常乐我尽 这种境界是有一点不同的 可以讲是切然不同 什么是常 如果是达到了涅槃有长得 有四种得 涅槃的世的 涅槃是永远不变的觉悟 永远从谜里面显得出来了 不会再谜了 常常觉悟 就是常乐 乐得 一切世界的痛苦 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大乐 乐得 他得到了大乐 永远的超越痛苦 就是乐得 我得涅槃自由自在 毫无趋疏地远离一切颠倒梦想 好像《心经》里面远离一切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超越生死轮回 所以这个我已经破了我执 超出生死苦海 破了我执 这是欧罗汉 欧罗汉已经超出六道轮回了 这个我已经没有了 破了我执 争了涅槃果 敬得 涅槃的境界占然清净 无烦恼的污染 所以涅槃有试得 常得 乐得 我得 敬得 又根据大乘一章卷 卷十八讲 涅槃有三种德相 法身 般若 歇脱三解 法身是一切存在本来具足的真如 歇脱就是脱离烦恼的束缚 般若是所悟的智慧 至三者 三之一 一之三 在国会的时候 称为三德 在阴慧时候是三种佛性 有这个性能 但国会的时候有三种德 就是法身德 般若德 歇脱德 三德 大概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讲得多一点 我们从法相中的 将涅槃分为四类 法相中 就是为始中 既性清净的涅槃 有余衣涅槃 无余衣涅槃 无住处涅槃 大家都大概要知道的 什么是既性清净涅槃 世间万物被课程的烦恼所复权 但是我们的法性真如是清净不变的 不生不灭的 具有无量的功德 既性清净涅槃 就是涅槃本身有无量的功德 这个就是不生不灭 清净不变的功德 既性就是清净 既性就是没有烦恼 既性就没有污染 有余衣涅槃 觉悟的佛 觉者虽然已经灭尽了三界的烦恼 遇见世界无世界 更不起祸造业 但是还有过去的业力所招感的肉体的存在 这个是有余衣涅槃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样呢 现在莫来佛在世的时候 他已经证了涅槃 但是他的身体还是存在 还说法四十九年 还没有离开这个世间 虽然没有离开这个世间 但是他已经到了涅槃的境界 这个时候有余 余在身体 有余 还有身体 但是他已经葬了涅槃 为什么他还有余 因为他还要在世界里面广度众生 有余衣涅槃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无余衣涅槃 那个时候不但断除所有的烦恼 而且由过去业力所招感的 世身的也没有了 没有遗余 一切痛苦皆已断尽 成为无余衣涅槃 但那个时候上有屈身我智障的种子存在 这个意思就是怎么样 欧罗汉 他成为欧罗汉了 他成为欧罗汉 已经得到涅槃的境界了 但是他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他随时可以离开这个世界的 他可以生金刚三昧之火 把自己的身体一烧 没有了 他就禁了 怎么样 无余衣涅槃 他不要这个身体了 这个身体 为什么他还有这个身体存在 也可能他还债也不一定 他有度众生也不一定 但是当他说 我要禁于涅槃 我不住在这个世界了 他在火光 集体就生火光 把这个身体一烧 没有了 他就禁了 无余衣涅槃 就是这样 无住处涅槃 那个时候 屈伤所知障的种子已经禁禁 真无彻底脱离了禅妇 是禁得圆容 圆满的大涅槃 因为根本烦恼已经断禁 所以不住生死 但是为了救众生 不住涅槃 所以称为无住 这种无住大涅槃 就是新经所说的 救济涅槃 那个意思就是怎么样 他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他还是广度住生 但这个身体已经没有了 他无住 无住处 有住处还不彻底 你说佛有一个住处吗 佛法身变虚空戒 哪有住处 有住处还是不是圆满的涅槃 没有住处才是究竟的涅槃 所以新经里面怎么讲呢 度一些苦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那个时候就是无住处涅槃 所以已经解释过了 现在我已经解释到涅槃 我回到经文里面 经文里面怎么讲呢 就是超出世间 超出世间生要极灭 极灭就是涅槃 我大概是讲到结尼 我说不讲下去 但是我想讲一个真实的过案 要大家知道这个真实的过案 我们知道 我们大乘的佛法有八个宗派 也有说是十个宗派 如果是你把聚摄宗、成始宗都变为两个宗派 大乘佛法就十个宗派 如果是你把聚摄宗、成始宗都变出来成为小乘 就有八个宗派 大乘的八个宗派有什么宗派 有天台宗、华言宗、禅宗、密宗 其中一个什么 律宗 律宗是一个很特别的宗派 律宗 律宗重要不重要 当然很重要 因为我们修学佛法是三无漏学 戒定慧 没有戒律就没有生团 所以戒律是非常重要的 戒律如果是我们首戒最低的 我们就可以做人 最低可以做人 首戒里面你是指持 你不做恶事 最低可以做人 如果你是不但是指持还做持 不但你不做恶事还做善事 升天 所以我们说几恶行善 那么就是天人 所以律宗很重要 如果是你不守戒律 做人的机会还没有 可能下一生也投胎到三恶道去了 地狱恶鬼出生 那么我们律宗里面 我们中国出家人 我们出家的 我们根据什么律去出家呢 南山律 十分律去出家的 南山律在中国的祖先 我们可以说是道宣律师 是南山中的祖宗 南山律他是专业律的 我们出家的就根据南山律有很多种的 摩和声律 五分律 十顺律等等 但是我们根据的就是十分律 律虽然是里面有不同 但是大同小异 但是不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根据就是南山的律宗 道宣律师是在南山住的 所以是南山律宗 南山律宗里面有很多祖师 我今天有讲的就是其中一个律师 这个律师是哪 这是南山律宗的第十六祖师 是袁赵律师 袁赵律师他写了《南山三大部》里面 里面有三个是解释南山三大部的 袁赵律师写了很多书 我不详细地讲的 袁赵律师在律宗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解释南山三大部的律里面有特别的论述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袁赵律师 他是专修念佛法门的 他是律宗的祖师 但是他也是修念佛法门的 为什么他这样讲 他为了要弘扬念佛法门 他写了一部很有影响力的书 就是《敬业礼参仪》 《敬业礼参仪》就是他写的礼参仪 在礼参仪里面他有一个虚文 那个虚文里面很有影响力 现在我们把他的虚文读一遍 让大家知道他心里的路程是怎样 从律宗其他的宗派改到念佛法门来了 《圆赵我》就是圆赵他自己 即从撒戒坛以来 即从出了家了 撒戒坛就出家了 他出家以后就开始学习戒律了 我们现在出了家以后怎么样 弘扬佛法了 不学戒律了 大师弘扬了 他不是 他受了戒以后 他是学习戒律 发广大的誓愿 常生与娑婆的五着恶事 并且通达佛法 他就发愿了 他说 他怎么发愿呢 他出家的时候就发大愿 我要学习戒律 我要发那个誓 我要愿生生世世到 都在娑婆世界五着恶事里面 我生生世世就要来这里 这里是痛苦的世界 但是我不怕痛苦 我学戒律 我生生世世 我要投胎 我要到戒里 他这样发这个愿 开始的时候就发这个愿 并且通达佛法 我还要学佛法 我又通达佛法 我又生到这个痛苦的世界 做一切众生的大导师 我要广度一切众生 我要成为众生的导师 我要学佛法 我要回到这个世界 提携有道云云众生 我要带领 我要引导所有的众生 离苦得乐 令其皆能如意如欲佛道 我就希望度众生 后来他又见到高生传里面 当中慧部法师也说 十方九六七节 虽然是清净 但不是我所愿去的 为什么 他是快乐的地方 我要到苦的地方去救人 假使在十二节里面 莲花之类享受安乐 我在莲花里面享受安乐 我不如在山土极苦的地方救众生 他是发这个愿 慧众慧部法师 我要度众生 我要不要在莲花里面 阿弥陀佛的莲花里面享受快乐的清净 我要来节礼 袁赵律师看见他很感动 说我要这样 我要到痛苦的世界 你们什么生净土 没有出息 你这样你不到 你要到痛苦的世界救人才对 你为什么在安乐的世界 你到来享受安乐 这个不对 所以他以前就发这个愿 我要回到这个世界 尤其我更加坚持己见 那我就很坚持 你讲什么话我不信 我弘扬坚律 我弘扬佛法 我再来我不到西方救到西觉 我坚持这个见解 因为你太享受了 那么安乐的世界 如是经历了很多年月 而于净土法门毫无归向之心 他对净土法门没有兴趣 现在有人修净土法门 他就轻视毁谤 他就轻视 你这样不对 他说你修净土法门 你这样你那么安乐 你不应该那么安乐 你应该到救人区 你看地藏菩萨是救人 你为什么安乐在清净的环境里面 毁谤他这个净土法门 那么后来怎么样 我们继续讲 后来我遭逢重病 后来他就病了一场 大病了 失身体力虽毁雷肉 他越来越好像又死掉了 身体非常雷肉 顿时觉悟先前去够飞 是不是我讲错说话呢 是不是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不对 为什么我天天修学佛法 我对绿那么弘扬绿法 我广度一些重生 我没有懒惰 我很尽进 我天天都是学佛法 我天天又广度重生 为什么我现在得到重病 是不是我修得不对呢 暗之悲弃心中感伤 深深自我责备忏悔 他就觉得我是不是有问题呢 后来他怎么样呢 他读了智者大师的净土十一论 所以净土十一论很重要 后来他就拿着净土十一论 我看看智者大师 一看净土十一论 他就感动了 他跟智者大师的净土十一论 很有缘分 至此以后 我便全部放弃平生所学的学问 专问寻找净土教典 与修行的方法 他一看净土十一论以后 他就把其他的佛经都放下来了 专门去看 去读净土的书 净土法门的书 二十余年之间 悦加深信念佛法门 他学了念佛法门 学了二十年了 你现在七十岁 如果是你活到九十岁 你可以学它 你还有二十年可以活 但是不一定 人生无常的 你现在七十岁 你快一点念佛了 他用二十年的时间 就开始对念佛法门有所研究 天天的他改变了 他不读到不禅禅 他不是内观禅 我一天要怎么禅 茶禅 花禅 什么禅 他不修禅 他一天到晚都是念佛 他也弘扬戒律 因为他说什么 再生他就弘扬戒律 但是书的法门他不学了 他专门是念佛 后来他又见到 宪导和尚所讲的 专闸二种修行法门 若是专一修习念佛法门者 一百个人修 一百个人往生 如果心里闸修其他方法 万千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人往生 很多都不成功的 因为杂修者太多心死散乱 观行难以成就 因为你不容易 你用禅去修行 你可以一生成佛吗 有秘中你修行 你可以一生成佛吗 都很难很难 这个是难行门 所以你知道 你比如说我要打坐 我要看经论 我经论懂我就成佛了 你经论懂不过是你文字懂而已 你还没有修行 有很多居士也是 有法师也是 一生都是看经 一天到晚就是写文章 没有测试的修行 到往生的时候 还是流转六道轮回 因为杂修者大多心喜散乱 难行观行难以成就 我因而从此一心一意的专持四字名号 你知道原造律师他怎么念佛的 阿弥陀佛 四字阿弥陀佛 转转教化引导于众生 广大赞叹净土法门 无穷无尽 我又再思为 原造律师再思为 以前所造的无量无边的罪业 不信净土法门 毁谤了佛法 毁坏他人 夜阴已经成就了 苦果逼当成就 他欲弃功对如来生相之前 恳切的苦到祈求忏悔 他就佛面前忏悔 并且发下广大诗愿 普遍摄受一些众生 一同修行念佛法门 同从此他又弘扬念佛法门 往生西方净土 为了能够方便尝试修习 事故必须建立仪轨 因此结起了诸经论文 编成了敬业礼颤仪 是他编的 他是编来表示他忏悔 这样的 所以你看我们律中的祖师都是其他的法门 他不做了 他是念佛 这是念佛法门 你还什么禅修 禅修你不是这个根性 我也不是这个根性 因为你不懂得禅修 你是大大有问题的 你有没有老师 你有没有老师 现在大车大悟的人 有老师教人的人找不到 你不要找我 我不是大车大悟 我是一个普通的和尚 我也不知道你应该找谁 我也找不到什么悟了禅修的人 我也找不到 我也很怕人骗我 很容易受骗 我也不敢 所以我要老老实实的念佛就算了 从开始到后来 他念的十蛮 都是依据圣人之言 古德的仪轨 编进去仪轨 其望后世言者 佩懒其舒适 能了解我的心意 他希望以后的人 他看见我所编出来的净土仪轨 净土参仪 就知道我的心意怎么样 我以前不是这样 我以前是轻视违谤的净土法门 我现在是忏悔 或者我就编这个仪轨 表示我的忏悔 后来怎么样 北宋的时候 六年秋天 袁赵律师吩咐他的自己苏练 今天请大致苏练 观无量寿经 补习情愿品 我要往生了 然后他就解家夫作 安详往生 他就往生西方族的世界 欲知实知的 当时很多人说 世无一代的渔夫 都听到空中发生 在他往生的时间 幽瓦亚的天乐 Heavenly music from heaven when he passed away 好像在天空里面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音乐 大家都听到了 那个是一个意思 袁赵律师 往生西方族的世界 他是一代律中的祖师 所以依据阿弥陀佛就够你受用了 年纪大了还是念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去 再在西方式的机械再学佛法 在这个世界很难找到真实的老师 因为真实的老师 西方族的牟尼佛已经去了 有很多其他的菩萨 也是他帮助我们修行人 但是我们的行仪也不能够感动他们的帮助 因为我们的罪业太多了 所以今天讲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继续讲 《无量寿经》 我们上诗讲到法障比丘 佛告阿兰 法障比丘欲比佛所 诸天魔 诸天魔 泛龙神把布大众之中 法师弘士 见此愿以 一向专制庄严妙徒 我们讲到后面两句话 那个意思是说 那个意思是说 参加莫尼佛就告诉阿兰 发完那个失望以后 不是发了愿就算数 发了愿是一向专制 很精进勇莽地这样修行 理解修行 生生世世不断地修行 没有停过 受了多少事就不知道了 这是非常长远的时间 很专注 不像现在我们的凡夫 我们很懈怠 不够精进 一天修行 一天不修行 人家讲了一句话 开吹你心情不好 你也不修行 今天头痛了也不修行 天气不好也不修行 他不是 法障比丘非常精进勇莽 专注的修行 庄严妙徒 我们讲了天龙霸布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的 我们用这个机会大概讲一讲 尝试的就不讲了 就是大概讲一讲 天龙霸布 你们诸天是指三界二十八天 我们住的界是欲界 欲界之上还有色界 色界之上还有无色界 我们欲界有六天 我们上面还有六天 那么色界呢 色界多少天呢 一共二十八 二十八减六是二十二 二十二减十八天 色界有十八天 无色界还有十天 诸天就指三界里面 欲界 色界 无色界里面 有二十八天 天人 天人他想的福 他的功德 他的功德比我们六道的众生的人 我的福报大得非常 他们的寿命以千千万万年计算 诸天 对不起 这个意思 还有诸天我们说还讲的多一点 大家也可以记得一下 我们平时每年 不是我们说还神 我们要供天 是不是 供天我们供多少天 二十 二十四天 我们供天的时候是供二十四天 不是有二十四天 我们二十四的每一个像都请出来 为什么二十八天 我们供天只是供二十四天呢 你懂这个意思吗 这个不告诉你 让你猜想一下 为什么我们供天是供二十四天 但是我们有二十八天 你想一想 不是每一次都要告诉你 全部告诉你 没有神秘感 也不好 龙神 龙皇之水中出生到的 最尊贵的是龙 出生里面的最尊贵是龙 龙有大有小的 小的 非常微小的 你看不见 小龙 大的龙 可能你看见就不知道 大的龙比那个世界还大的也有 所以龙神 龙皇 龙 水中也有龙 天上也有龙 土内也有龙 所以龙神就是这样的 是出生到里面最尊贵的 夜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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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字 恶鬼 有地的恶鬼 地形 空形 两种恶鬼 夜叉 陈踏婆 翻译为香音 是第七天的熟月神 是音乐 他是搞音乐的 音乐神 熟音乐神 Gandva 就是Gandva 阿修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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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义为飞天 飞天 或者是不端正 因为男丑女美 男重的阿修罗是非常丑陋的 非常要貌 非常凶 你看见他你就很怕 女的是相反 女的阿修罗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比天女还美丽 阿修罗有天言之辅 不天言之德 常称号斗 他们喜欢斗的 斗争的 我们传说就是这样传说 如果是人间有战争 那个意思 好像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个时候是阿修罗同理是三界 阿修罗的力量强 杀人 我们有战争 民不聊生 那个时候很苦的 那个时候就是阿修罗控制这个世界了 如果是天人控制这个世界 我们就非常 这个世界就非常安平 非常太平 人的生活也非常的安详 每一天的生活都非常好的 那个时候就是天人统治这个世界 加罗罗 金吃鸟 飞群中最专贵的 他们这个鸟 鸟中最专贵的就是加罗罗 出生道里面最专贵的是龙 但是这样 这个加罗罗是鸟吗 加罗罗它吃龙的 所以龙很怕它 因为那个金吃鸟是非常比龙还大 它找龙为吃 吃龙的 所以一物治一物 这些样的 金那罗 飞人 好像人 但是有头有脚的 是第四天的法乐神 也是搞音乐的 也是法乐神 最后是摩侯罗迦 马拉格 大蟒蛇 这是天龙把布 天龙把布里面也有维护佛法的 帮助释迦牟尼佛 维护佛法的 摩 摩它是御界第六天的摩黄天 它化之在天 波寻 它是破坏佛法的 它不是维护佛法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天龙把布就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继续的相文解义 所修佛果 开阔广大 超胜独妙 坚立 安然 常然 无虚无变 那个什么意思 法障比丘所要修的佛果 西方极乐世界 开阔广大 从相来讲是无量无边 进法 法界 便虚空 开阔广大 我们每一个事情 每一法 只有它的体 它的相 它的用 它的体 相 用 开阔广大就是它的相貌 可以看得见的 超胜独妙就是它的用 体相 用 它非常超胜 看起来非常庄严无比 非常殊胜 妙不可言 妙华 莲花镜是妙不可言 你说也说不出来它是妙的 妙在哪里 坚立 缠然 无衰无变 那个意思就是它这个世界不会变的 永远是维持在常乐我尽的常态里面 亦不可失忆 照载永结 照载永结什么意思 照什么意思 十个一为照 十千为万 十万为一 十一为照 一个一多少 我不知道有多少零了 有很多零的 十个一就是一个照 十照为精 十精为盖等等 乃至十正为载 记载的载 照载是计算的方法 照载永结是一个成语 这个成语就是说这个时间有远漫长 算也算不到那么长 经过不可失忆的 不可失忆什么意思 想不出来 讲也讲不到 讲也不可以讲 多长了 讲也不可以讲 你用计算机 computer 也可能计算不了 长了 所以这个成语是照载永结 非常长的 尽虚空变法界 无量无边时间的计算不尽 即使菩萨无量得衡 即使菩萨无量得衡 那个意思就是菩萨 菩萨的修行以什么修行 六度波罗蜜 不失实戒忍如精进禅禅禅禅 生生世世的修行 累积了无量的功德 生生世世的修 不失忍如精进禅禅 禅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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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这个修行 不胜欲觉 忿觉 害觉想 不起欲想 撑想 害想 不作事生相为出法 有什么意思 不生欲诀 撑诀 害诀 那个意思就是从因上来讲 不生欲诀 那个意思就是不贪名利 我们不是贪名利 财赦名是税 不生欲诀 没有欲 他离开欲了 就不会不求名 求利 求失 什么都求了 他就不贪名利 他不贪名利 在因地里面不贪名利 在果地里面就不生欲诀 因为你有因才有果 你有因在因地里面 你常常是求财 求名 求利 在果上你的欲望太多 永远的生 欲望的想 从欲望里面 你在做一切的业 做一切的业 受一切的报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不生 称诀 称是什么 称就是称恨 如果是你没有称恨 你就不会老害众生 在因地里面 你没有称的诀 你就不会老害众生 你不会老害众生 在因地里面 在果地里面 你就不会起 称详了 不生害诀 就是不损悟命 这个意思就是你不单不老害众生 有情的众生 你连没情的众生 你都不害的 有情无情 同源总治 你知道这个世界的众生 不但是有情的众生 还要无情的众生 有情无情 你都不生害想的 从果地里面不生害想 不损悟生相为出法 那个意思就是 好像《金刚经》里面讲 心无所住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心无所住 你不住 奢心相为出法 无愿 你都不执着了它了 你就心无挂碍了 无有依法可得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你就没有颠倒了 没有颠倒梦想 就进涅槃 当你有颠倒梦想的时候 本来的常乐我境 就变得怎么样了 就变得执着了 强乐我境了 就是颠倒梦想了 你远离颠倒梦想 忍利 忍利成就 不记重苦 忍利成就 什么意思 忍 是六度波罗密里面 忍如波罗密 菩萨行的 菩萨到了 六道波罗密里面不是第一 不失 实戒忍如 精进 禅定般若吗 还有十波罗密 大师度论里面还有十波罗密 通常我们讲是六度波罗密 六度波罗密里面 不失 实戒忍如 六度波罗密里面先讲不失 为什么先讲不失呢 不失最容易做 to give 才是 无会是 法是 这个容易做 不失是六度波罗密 菩萨所谓的行仪里面最容易做的是不失 如果是你连不失都做不好 那其他的就不用谈 不失 齐戒 齐戒更难 比布施难 不杀生 不偷盗 不嫌 不忘 也不饮酒等等 比丘250戒 比丘348戒 居士五戒 八观摘戒 撒密撒密尼十戒 还有释撒摩罗 还有六法等等 这个就是齐戒 齐戒比布施更难 所以它排第二的 忍如更难 比齐戒还难 所以说如果你是修齐戒的 你没有忍如 你根本齐戒都没有齐好 你忍如修不来 所以最重要还是你一步一步 忍如是很难的 忍如是比齐戒还难 历成就是什么意思 历成就就是六度波罗蜜里面的精进 不是齐戒忍如精进禅定波尔吗 精进是精进的意思 忍波罗蜜 我们《金刚经》里面不是讲吗 戈利王戈戒忍如现在的身体 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戒戒之戒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前生是忍如先人 他一点称恨心都没有的 他这个忍如到了最高峰 《金刚经》里面就提到这个 忍的最高的见解 一解一解的机解 他又没有可以忍受 利益就是精进波罗蜜 精进波罗蜜 通常我们讲大家听到有一个故事 《辟语经》里面有吃了救灵吗 吃了救灵有一个故事 如果是我们在佛门里面讲精进 就有一个故事大家有知道的 吃了救灵 森林里面大火 有一只吃了飞出来了 里面大火了吗 他不懈的飞到河上 他将自己的双翼 雨翼沾满着水 飞到河上 沾满着水 他希望用他这个羽毛的水可以救火 他这样往来的不惜 飞来飞去的就是把他的双翼 雨翼沾满着水 再飞回森林里面 再把这个水希望把森林里面的大火可以救 那么他很多天都是这样 那么天地就有一点天上的天地就问了 你在做什么 你的双翼所集的水怎么可以救死这个火呢 你火那么大 你的羽毛沾的水那么少 你怎么可以救火 那么吃了就说 我的森林里面我有很多亲戚朋友 还有其他的众生 都在临终里面受了火烧之苦 我要把雨翼沾满着河水 把这个火泼溪它 救他们出来 那么天地就说 你这样的行动怎么可以救死 森林的巨大的火呢 你的双翼沾满着水那么少 是没有什么用的 大使七了说 大使七了说 我有生力 怎能懈怠而不救之 我有这个力量飞来飞去的救火 为什么我要懈怠 我要精进的不断的救火 天地就问他 你救到何时 你这样不断的救火 你救到何时 那么吃了就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很感动的回答 以死为奇 到死了就算数 如果是我们修行人用这个心态 确定成功 确定往生西方中的世界 你可以这样吗 你精进的到以死掉的再讲 你念佛可以这样精进吗 不一定 他立定这个意志救火 不怕 疲劳 以死为奇 这个就是最大的精进 七了就火 我们一般的人就是很懈怠的 我们相闻解义 小玉极足 无染灰刺 三昧长己 他那个欲望越来越来越没有欲望了 祂祈祖没有欲望了 祂的清灰的心 鱼痴心都慢慢的没有了 三昧长己 三昧是什么 三昧就是泛文就是samāti 三昧 三昧是正定的意思 定也可能是邪的定 但这个定是正的定 正定就是直观的意思 如果是三昧长己 什么意思呢 长己就是涅瓦娜 就是涅槃 涅者不生 盘者不灭 这个意思就是他修行己观圆满了 到了什么境界呢 到了涅槃的境界了 就是己观长己 圆满了 修行己观 修行圆满了 我们常说禅 就是己观 从天台中的立场来讲 文字来讲就是止观 从普通的我们讲修行的就是禅 所以我们说止 止如果是我们英语讲 就是mental stabilization 或者是coming 观是什么 观是mental introspection 或者是contemplation 梵语如果是止是什么呢 samatta 定是samatti 不同的 samatta 是一个因 定是一个果 你从止到定 定的时候是samatti 观 梵语就是vipasana 就是观 introspection 所以止来伏己之出门 我们用止 我们用mental stabilization coming 止是把我们的解 我们的烦恼押服住 强服我们的烦恼 押住我们的烦恼 止可以押住我们的烦恼 止可以押住我们的烦恼 王妮佛 四专 三男子 三女人 法 阿罗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因缘合住 缘合降伏其心 那个就是先受定了 降伏 降伏 但是没有断 只是降伏 control not eliminating just subdue it, overcome it 伏己之出门 就是把你的烦恼押住 押住不够 还要把它断除才行 观就是把你的祸、把你的烦恼断除了 再不出来了 就是好像野草、野草 你押住它也不够 你必须把它拔除了 那个才是断祸 观就是断祸的正要 止是禅定的圣因 你要修禅定 你要打坐 你不懂得止 你是不可以打坐的 你也不知道什么是打坐 如果人家问你 什么是打坐、什么是静坐 你就不知道 静坐把腿一盘 盘起来 坐在这里 什么都不想 这个解释是不够人满 这个解释你可能也不懂 止 止是成定的最重要的出因 观是智慧之有止 你如果是你要把你的般若字提起来 你必须要修观 观有多少种 这怎么去观 我问你 观有多少种 怎么观 不告诉你 你慢慢去 每一样都告诉你 你还学吗 不要告诉你 等你慢慢去找寻好了 观是智慧之有止 如果是你要把你的智慧培养出来 你必须要修观的 没观 你的禅定是不成功的 没观 你的般若字也不起来的 所以你知道了 三昧常记的意思就是 你的己观已经软满了 我们继续再讲最后的几句 那就不再讲了 智慧无碍 就是事无碍智 法无碍智 事无碍智 辩无碍智已经讲过了 无碍的智慧 没有障碍的智慧 无有虚伪产趋之心 虚伪产趋 没有了 何言软语 先易成问 这几个字很重要 什么是没有的虚伪 没有的智慧 还有何言软语 先易成问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菩萨的试设法 你修菩萨道的人 你这个心要没有虚伪 你的心也没有残渠 你的心必须 你讲的话要含何言的人语 你讲的话要爱与力行同事 谦虚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意思就是他法障比丘 在印第里面 他就修菩萨道的试设法 我把这个试设法讲完了 今天就讲完了 试设法讲试设法 不思力行同事爱与 不思大家都知道了 以财务福利事与别人 令别人得到了利益 无论是用在我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财力 我们的体力 我们的言语 乃至一切我们所可以做的 要让他人从困难里面得到的利益 可以救助他 那个就是不思 简单来讲这个不思 力行是什么呢 或者是我们讲力行也行的 力行他的行为 他这个行为我们要帮助他一同 如果是他有难关 我们帮他度过难关 如果是他做的事很好 我们要赞叹 利益 平时我们常说修行是自利利他 力行是先利于别人 这个意思专目利他 以利己为吃药的慈悲行为 通常我们讲自利利他 其实修菩萨行应该是 利他而自利 先利他 先要利他才行的 不是先利自己 菩萨是先爱悟一些众生 不会说我好了才道理好 不是 他把自己的我相 人相中 我相已经没有了 我相没有了 那个时候人众生受止才没有 他就没有自私自利的见解 才可以救人 先救自己再救别人 那个就不是菩萨的精神 所以他必须要利他 完了再利己 这个是利行 第三 同事 同事很重要 大家留意听 什么是同事 那是亲近众生同甘共苦 张家彼此的了解心应 这是站在众人的立场上看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吵架 凡修同事法的人 是不会和别人吵架的 为什么你昨天这样讲 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 你不对 你母入我的自尊 大家得斗争起来 吵起来 要开会 我们开会研究 为什么你这样讲 为什么你这样不对 为什么会斗争 开会 你为你自己 以他为的他自己 大家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 以知识心去看问题 那就不是同事了 同事的人不会跟人吵架的 我跟你讨论 你不对 我不告诉你 我也不对 我必须要跟你讨论 那就不是同事了 因为你看问题是 你站在你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 他站在他的立场 他有你 他有他 就是人我 我像 人像 终生像 兽子像 那个自私自利的一切的举动 一切的言语 就是因为你要你 他有他 我要我 每一个人的立场都不同 你讲一句话 好像你侮辱我的自尊 我就跟你算账 秋后算账 吵过了也要算账 秋天后来再算账 明年也要算账 永远的记在心里面 我始也要记住你自己 很多人说 我始也要知道 你现在对我不好 这个就不是菩萨的立场了 所以我们不要跟人吵架 你令到众生不快乐 就不是菩萨 你把他忍辱 你这是菩萨 你一口气忍下来 你就是大菩萨 你为他讨论 为他争取 也是从你的立场来讲的 你应该站在他的立场来讲 当时他愚痴 当时他不懂 当时他脾气不好 当时他肚子疼 当时他怎么怎么不好 他有他的立场 你原谅他 这个就是忍辱 这个就是同事 爱与是以众生的根性而善养 安慧 令其生喜悦 依附菩萨的教导 爱与不是缠维 奉神 虚伪 有祸 不是用这个言语 不是爱与 爱与是真实的关怀 安慰 欢喜 献巧方便 柔顺与 赞美与 以这个与广结善缘 令对方得到了法乐 结受佛法 这个是布施利恒同事爱与的菩萨行 当然每一个人做施设法 都有不同程度的分别 但是我们看的目标要高一点 不可以永远地说在地的目标 当然我讲的人在骂你 你也不吱声 你也忍辱 当然你忍辱的程度很高 也不是普通的忍辱 这个是每一层 每一个阶段 我们都不断地学习 我们开始的时候 当然是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了 但是如果是你的忍辱的程度高了 又来又高了 你就不在乎 你就不会跟你讲话 因为你根本没有放进你的心里面 你把它一进去 你就把它溜掉了 为什么它停在你的心里面呢 就是你执着 你放不下 这个言语已经过去了 你放不下 你就把它再带动到现在 再去想它 越想越气 这样就很麻烦了 好 今天讲到这里了 今天我们继续讲《无量寿经》 《萧文解义》 《无量寿经》已经差不多讲了三分之一了 现在我们讲得快一点 因为我们已经把四十八愿全部讲过了 在四十八愿以前的序文里面也讲了很多 为什么经文里面那么详细呢 其实它不是故意的要尝试一点 就是在每一个文字里面表现出来 这个世界什么世界 我们追求的 我们希望往生的什么世界 好像是我们说 《萧文解义》 阿弥陀佛法障比丘 阿弥陀佛在果地上是成佛了 成了阿弥陀佛 在阴地里面 它是无量节以来以前的法障比丘 法障比丘他修行非常勇莽精进 他发了四十八大愿以后 非常勇莽精进 祭愿无赚 他这个祭愿无赚 没有疲倦的 努力不屑 没有疲倦 专求清白之法 什么是清白之法呢 清白之法就是清净之法 清净之法 彻底 人我执清除了 我清净 法执清除了 法清净 人法恶空都不执着了一切 就是追求无上正等正觉 先就是修 修完以后就正 修因正果 在阴地的时候我们说修行 修 在果地里面我们说正了 如果我们用英语讲 cultivation就是修 we have to cultivate cultivation就是修 realization就是正 我们从cultivation到realization 所以昨天我们讲禅作之法 直观之法 我们修 修还 我们说修 水 子 观 环境 我们修修 正修 修 水 正水 修指 就是正指 从修代正 所以是因果的问题 专求清白之法 无上正等正觉的清净之法 以慧立全生 以智慧去立一切全生 我们不单是以财布施 有财的布施 以法的布施 一切供养 以法供养为罪 就是以智慧来布施 利乐一切全生 恭敬三宝 令他们奉施师长 以大庄严 修主众行 令主众生供得成就 以大庄严 我们说我们常常是供养一些诸佛 供养有财物的供养 物品的供养 但是最庄严的供养是什么供养呢 我们供养 供养品要最庄严的吗 我们用食物去庄严 事事供养 饮食 衣服 卧具 医药等等供养 但是最庄严的供养是什么供养 以法供养 佛法供养 以佛法供养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我多印一点经典 我多印一点经典 多讲经 法供养的意思 有自己自修 自利利他 除了要利别人以外 法供养的就是自己修行佛法 依照佛法去办事 如果你全部是布施众生 供养众生 布施众生 弘法利生 常常一天到晚 弘扬佛法 你自己一点都不自修 你一点都不自修 你还是有你自己不对的地方 你也不知道 你没有羞耻观 你没有自修 这个不是供养 这是一半的供养 法供养是除了用法供养众生 还有用法布施自己 你用法 你要学法才是供养 你就是把法供养出去 你自己不学法 还是不是传命的供养 传命的供养是自利利他的供养 俱读令诸众生 供养成就 所以我就不详细地讲了 先文解义 读一遍就算了 诸空无相无愿之法 无作无起 观法如画 诸空无相无愿之法是什么意思 空无相无愿 我们说是三种 空无相无愿 这个是三邪脱法门 三种法门令到我们迷惑的众生可以邪脱 所以可以从烦恼六多轮回里面 三界六多轮回里面邪脱出来 就是用空无相无愿 就是三三昧 我们常常在佛经里面三种三昧 三三昧也说三解脱法门 这很重要 三三昧大家也知道的 三种解脱的法门 那么我们要探讨一下 什么是三三昧 三三昧 空无相无愿三三昧 那个意思就是说 法障比丘在因地里面 他是常常安住自己的心 在三三昧上面 在三种解脱法门上面 空无相无愿 什么是空三昧 空三昧是观十二因缘 既性空无作 既既性灭 逼近解脱 得空解脱门 这个是人、空破了我之 人是有我的 我是这样 我要怎么样 我喜欢这样 我不喜欢这样 我喜欢他 不喜欢你 有人、我的分别 如果心里第一个空三昧 你要把我执 那个我相 就是把执着了我 这个我相 空掉它 这个就是人、空 《金刚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 那个就是没有的我了 我们一天到晚执着了我 这个我真、我爱 我喜欢、我不喜欢 那个都有人、我 你连我执都没有破 你那个人、极左得太强了 你没有人、空 所以你要自己自修 如果是你发觉到 你看什么人都不好的 这样不喜欢 那个不喜欢 就是你的我执太重了 你自己不知道 你的我执太重 你常常看人 你没有回光返照的自己 你要看看你自己 你不要老是把你指观的镜 那个镜子照的 照见五愿皆空的镜子 永远照了别人 没有回光返照 照了自己 你照了别人 你照了别人 别人的缺点都露出来了 但是自己的缺点没有露出来 你不照 你要回光 除了照人 还有照自己 回光返照 所以人、空是破我执 第二 无相三昧 《金刚经》不是讲的吗 没有一法可得 四名阿罗多罗三昧 三菩提 里面也讲 无我相、人相、终生相、受者相 无法相、与无非法相 法相是什么 法相执着法 你必须要把法执也空掉 把法执空掉是什么意思 法执不一定全不是讲佛法 把你个人的见解 你个人的我见要空掉 我是这样看问题的 你要这样看 这个是我做事的方法 我不改 你改 你执着了你的法 不一定是讲佛法 当然佛法我们也要放下 连佛法要放下 更何况是你自己的法 你自己的我见 连佛的见最后还要放下来 更何况自己的见解 所以你不要说我是对的 你是错的 那就不一定了 当然对跟错 是非是有判断的 有标准的 这个我们要懂得是非才行 你不可以以非为是 以邪为证就不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在你可以判别 邪、证、真伪、大小、偏远等等 你可以判别是非 在这个基础上 你要把你的法执要放下来 你不要执着我见 我是这样的 你以为你的见解一定对吗 你的见解是根据你自己的背景 根据你自己的业力 确定你自己的见解的 最后不但是我没有 连你自己的见解 你的我见也抛去 这个就是法空 破法执 第三 无怨三昧 什么是无怨三昧 得空无相恶门 以前你没有了人空 没有了法空 没有人空是破什么 破我执 破我执 彻底的破我执是怎么样 彻底的破我执在因地来讲是破我执 果呢 果地来讲你可以证什么 你修人空修我执 破我执 你修人空破了我执 这个是因 从果呢 证什么 证涅槃果 阿罗汉 初地 二地 三地 四地就可以证 彻底的破了我执 就可以证欧罗汉 超出三界六道轮回了 如果是你彻底的破了法空 如果是在因地里面你修法空 你破了我执 你可以证什么果 菩提果 菩提果 这个不同 菩提果 那么无怨三昧 你得了空无相恶门 这个时候 屈伤我执障的种子已经尽尽了 我们的知 我们的所执障 有分别的所执障 屈伤的我执障 你法空可能在你分别的所执障里面已经空掉 但是你屈伤的还在 就是你以前累积下来的种子 种种法执的种子 牢牢在你的阿拉耶士里面 还没有尽尽 因为你法空也有一步一步的来的 菩萨也有从初地到了十地 法云地 从欢喜地到法云地 破一份无明 正一份法身 一点一点的破 你从无相三昧的法空里面 也可能已经灭掉了很多分别的法治 但是屈伤的法治上还没有完全的尽尽 如果你要彻底的脱离禅妇 你要怎么样 把空也要空掉 这个就是空空 是尽的圆满的大裂盆 因为根本烦恼已经断尽 于修正中无怨无作 但是为了救度一切众生 不住裂盆 大悲教化一切众生 彼令 彼境 歇脱得无怨 歇脱门 那个意思就是 释迦牟尼佛2600年前 已经正了裂盆 已经正了无相 正等正觉了 但是还是有余裂盆 怎么有余裂盆 还有身体 还有留住身体 在世间用身体从根本字里面 变现分别字 去普渡一切众生 不住裂盆 大悲教化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无怨三昧 是彻底圆满的歇脱门 所以我们说三三昧 就是空三昧 无相三昧 无怨三昧 也是三昧 歇脱了法门 但是我们从这样讲 三三昧也是在因地里面修行 是三三昧 我们用三三昧的方法 我们从节里呆动到 刚才萧文解义的时候说 我们住了三三昧 住了空 无相 无怨 三三昧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达到了 正到了 无作无生 就是证了无生法 法人 无生 无作 我们也消完解义 我们继续消下去 在因地里面 我们说 住空无相 无怨之法 在因地里面 我们用三种泄脱法门去求泄脱 从烦脱里面写出来 这个是因地里面讲 空无相 无怨 三三昧 从因地我们这样修行 我执 破了 法执 破了 就是人空法空 到了人也空空了 那么就可以从果地来讲 到了什么地步 到了无作的地步 无作的地步就是无悔了 大家知道无悔是什么意思 无悔了 无悔这个意思 就是从果上来讲是无悔 无悔是无作的意思 无作是不假造作 没有造作了 这样就是无悔 有悔就有造作 有生有灭 无悔就是没有造作 自然而起的 菩萨 他证了出地的菩萨 出地是什么 欢喜地 证了欢喜地的菩萨 如果从原教来讲 已经脱离生殖苦海了 出地的菩萨 观音菩萨在出地 我们从出地开始讲 出地还没有到实地 开始出地 菩萨到了出地 出地是欢喜地 欢喜地 出地的菩萨继续不断地修行 经过了有相有功用行的阶段 你要懂得无为 你必须要懂得 什么是有相有功用行 有相是有方法的 有所缘境的这些有相 有功用行是什么意思 有功用行就是你要用身口衣衫要去修的 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造业 恶业也是身口衣 修行做善也是身口衣 成佛做主也是身口衣 所以你对你的身口衣不可以不留意 不可以放纵你的身口衣 不可以随便骂人 不可以随便做什么 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没有修行 你要用你的身口衣去修行 那就是有相有功用行 初地的菩萨他有所缘境的 他有修行的方法的 他有什么修行的方法 不但是初地的菩萨 从二地离构地到七地远行地 所修的还是有相有功用行 这个意思就是从初地 到了第七地远行地 都是有所缘境的 都是有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方法是什么 直观 按摩手艺 十二阴远流转门 环灭门 空掉一切 我空 法空 法门无量 但是法门无量 法门就是一个所缘境 你用这个方法去修的 这是有相的 我们现在修行 你跟我都是有相的 我们住相修行 你知道吗 有相有功用行的 所谓有功用行 有功用行就是修行观行里面 不是任运自然的 我们要加火的 那个意思就是加功用的 我们要努力干的 我们要做的 有做的 不是无做的 有为的 不是无为的 从第一地到第七地都是有为的 为什么有为 它有做出来的 它有修行的方法的 观空 三三昧 十二阴远流转门 要学佛经 要学止观 要学拜参 要学念佛 早晚课 什么什么 都是有相 对不对 都是有相的 可不可以没相 没相怎么修行 你到了没相的地步吗 你跟我都是一个凡夫 凡夫的 非常凡夫的凡夫 没相怎么去修行 你不可以说我没相的 没相的修行 从第一地到第七地也是有相的修行 也是有缘的 你修行净土终时不是有相 你能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我是无相 你无相 南无阿弥陀佛 是不是相 有一个所缘境 你是有相 有功用行的 你的修行有方法的 你的修行也是用身口衣食修行的 你可不可以不用身去修行 你不拜佛行不行 你不做善事行不行 你用身体去修行的吗 你是不是用口去修行的 你意念可以不修行吗 你的意念推动你的身口的 也不是用意念去修行 从彻底来讲 修行就是念头 念头就是意 所以从初地的菩萨 到了第七地的菩萨 就是有相 有功用行 就是有相修行的 到了第七地 就有所不同了 到了远行地 就有所不同了 你的功夫进步了 你开始渐渐地修 无相有功用行 怎么是无相 到了第七地远行地 你没有相的了 为什么没有相 你没有说我要拜禅 我要拜孔春明王 我要修己观 他是自然而修的 不守戒 而戒即守 他守戒是很自然的 不需要我要独戒 我要第一戒 第二戒 乃至三百四十八戒 两百五十戒 每一戒 你都牢牢的记住 你要写在这里 到这个时候 每一条戒 已经是自然在你的阿拉耶里面 你不守而自然守戒了 是什么意思 好像是你从第一地到第七地 你心里面的security guard 你心里面的保安还是有着用的 还是有一个保安在里面 告诉你怎么修行 你到了第七地 你就对这个保安说 保安师父 我现在已经可以了 你可以回家休息了 我没有人来的了 那个宅不会进来了 因为一进来我也知道了 不需要你帮助我了 那么这生生世世千百年来 蒙你的救度我 做我的保安师 那么我现在不需要了 那个保安师是谁 也是佛菩萨的法身 也是经典 也是戒律 也是戒定徽 你现在说 不需要 我可以了 那个就是七地了 没有像 你不知着了佛教的像 不知着了佛健 但是有功用性 什么有功用性 还是用身口意义修 什么意思 这个保安师已经走了 但是你也继续要修的 也是修你的心 你不修心 你还没有成功 你不可以不修心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还要看有没有宅进来 你现在不需要这个保安看了 因为一进来你就知道了 现在你的宅进来 你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 所以你发脾气 所以你忍不住 所以要打架 所以你要求名求财求利 现在你不需要了 第七地就不需要了 那个时候 你屈伤的我法二执 就慢慢的消灭了 屈伤不是分别 分别已经没有了 分别的我执已经没有了 但你屈伤的我执还有 屈伤什么意思 屈伤就是五两节以来 一点一点的累积下来的分别 已经慢慢灭掉了 那个时候 因为从初地到二地 尤其是二地以上 你的妙观察制发生了作用 什么是妙观察制 因为你的意识不断的修行 当你的意识不断的修行的时候 你就把你的意识 污染的意识 转化成妙观察制 就是转师成制了 你慢慢把你的意识进化 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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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什么 成为政治 这个政治是妙观察制 你就由下品的妙观察制 就是渐渐的身为中品的妙观察制 那个时候你就在七地的菩萨了 你是七地的菩萨了 所以修行 如果是大家修行 修得不好 我们还要看 因为它可能是初地 不但是初地 连地都没有 再一步一步的来 每一个人的程度都不一样 你要别人好像你的程度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已经是七地了 我是初地 你怎么可能 我的要求要你跟我一样呢 你是第七地的菩萨 我是第一地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原谅别人 你要发大慈悲 因为他没有到初地 你已经是七地了 我们不要说初地了 我是初发心菩萨 识住 识行 识回向 识住我都没有 识回向跟不用谈了 好了 我们从第七地 一直到了第八地的菩萨 第八地的是不动地了 那个时候就踏入了无相无共用行 什么无相无共用行 你的保安师一种已经跑 你不需要了吗 你应该拜谢他了吗 拜谢你的保安师 但是你也要用你的身口意去修行 到了一八地的时候 无共用行 为什么 你不要专意地用身口意去修行 他自然的修行 但不需要所言尽 不加身口意的造作 不造作 运运自然的修道 那个时候不造作什么意思 就是无为了 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说无为 佛法是无为而无不为 那个自然修道没有分别至 不分别至自然生起来 一切烦恼永不再动了 你这个时候就无漏道 没有金刚道 无漏道 淋浴就进圆满的佛地 你就站在佛的旁边 你快到佛地了 那个时候就是不动地了 九十的法云地了 你到了第八地以上 就是无相无共用行 那个就是无为了 不需要为 无为而无不为 那个时候就不同了 懂不懂 为始 为始这个道理 懂是懂的 但是还是执着 懂就是文字般若而已 懂是修行的初步 你是修 你没有证 所以你听完我以后 你回到你的房间 回到你的家 你一样是吵架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只是知道而已 你没有去修 你知道文字的波尔 你没有去修 所以我说修行是修心 所以你每天 你一定要半个小时静下来 打坐打坐 观心 你要观心才行 你一天到晚 你一天到晚是冰跑 不断的 不停的坐坐 你不回来 没有回光返照不行的 所以我们出家人 每天除了出波 早晚课 你要最少半个小时静下来 观心 谭虚大师 谭虚大师每天都静坐 你知道谭虚大师是谁 近代听台中的祖师 在香港住了一段时期 九十三岁往生的 我很少的时候 已经听过他讲《金刚经》 生如红中 哇哇哇的 九十多岁还可以讲经说法 他打坐的时候 他常常用这句话 告诉他学生 观念 念之助 绝望 往归真 观念是什么 你要修止观 常常看你怎么想的 观你自己的意念 观念 观你的妄念 我又没有妄念 我没有贪心 贪 真 吃 杀 道 人 妄 骄 蠢 狂 没有直悲心 骂人 说人不好 简单 坏话 憎悟 爱 这个 这个是妄心 当你观这个心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妄心 你有救了 因为你没有观心 所以你没有救 你观心的时候 你就看见自己的内心 哎呀 我不知道 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这个妄心就开始停止了 你就有止的功夫 你现在没有止的功夫 就是因为你没有观 如果你知道你的心是妄的 这个心我不用升起 那你不用升起 这个心你就用正照 把离照住 就归于正了 这个时候就是回头是岸的时候了 所以我们是说回头是岸就是回光返照 我讲了一大堆 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 不容易明白的 我画了几十年今天才明白 以前很冤枉 以前我执着的太多了 以前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说有一句话是孔子讲的 孔子生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妃 孔子到了五十岁的时候 他静坐来一看 我以前四十九岁 做错的事情那么多 老实说不止五十岁 你到了一百岁的时候 如果是还活 你说我以前九十九年的时候 做了很多错的事情 为什么 智慧是不断的增加的 昨天的你跟你现在的你不一定 除非你没有修行 所以我告诉你 你最好是生活在修行的道场 如果你生活不及修行的道场 你没有回头是岸 所以出家了就是修行的道场 你没有吗 你没有出 如果是你出了家了 你还是在家的想法 你还没有出 你生出家 心没有出家 那是不对的 快快地改 不改不行 再这样了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我们上一次讲到《相文解义》里面说 里面文字是这样讲的 《诸空无相无愿之法》 《空无相无愿》 就是三三昧已经解释过了 三三昧也是三谢托法门 《无作》也已经讲过了 《无作》就是无为的意思 跟无为的意思 意义是相通的 《无起》还没有讲 《无起》是什么 《无起》没有起来了 《无起》就是无生 所以佛经里面用的名词 有时不一定是 每一部经都是说无生 《无起》就是无生 法杖比丘在阴地修行的时候 他常常都住在三三昧里面 《空无相无愿》这样修行 在阴地里面他这样修行的 他修我空、法空、空空 这三三昧是三空 《无作》到了无回 《无起》就是无生 无生就是不生不灭的 不生不灭是什么 涅盆 我们前两世